疫苗接種仍然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截至昨晚為止 香港一共打了200萬劑的疫苗 接受了第一劑的疫苗是118萬的市民 大概是佔合資格接受疫苗接種的人口18% 疫苗的供應是非常充足 除了繼續透過社區的接種中心 為市民提供服務 還有過千個私家醫生的診所 為市民接種之外 我們由今天開始 也是按照一些企業的要求 提供外展的服務 當然也包括近日有討論的建造業界 我們很樂意到一些比較大的地盤 為建築工人進行疫苗的接種 在這裡真的需要呼籲各位市民 積極來接受疫苗的接種 也都呼籲全港的企業 無論大中小的企業 都在你們企業裡面找一些方法 可以更加方便你的員工接受疫苗的接種 來吧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